马太福音 第二十五章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炎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做席,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 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 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 说,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两千的也来, 说, 主啊, 你交给我两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两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也来, 说,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脸,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 请看, 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脸,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当仁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 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义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 渴了, 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 留你住? 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试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勇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坐客旅, 或赤身露体, 或病了, 或在监里, 不伺候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 这些人, 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义人, 要往永生里去。 。